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70亿元 本届聊恰会预计可收获168个项目 总金额2698亿元 欧亚跨境供应链大连总部基地项目 是葡萄牙斯迈博集团 在东北地区首个落户的 一带一路外商投资项目 在聊恰会上正式签约后 将开始在大连干井子区 搭建一个中国与全球双向融合的 跨境食品产业互联网平台 这里的这个整个产业的配套 上下游整体大连的国际港贸易港 都是能够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 签约落地神府示范区的 辽宁龙新智慧产业集群项目 将由龙新中科牵头 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建成基于龙新CPU的 自主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和产业生态 包括政府的投入 包括集聚企业投入 大概未来三五年吧 一百亿左右 明年呢我们会有 基于龙新芯片的 包括电路板的生产线 包括要形成一个产业园区 被聊恰会收入囊中的 168个项目中 改造升级老字号项目28个 金额186亿元 深度开发原字号项目24个 金额680亿元 培育壮大新字号项目88个 金额1180亿元 我们是非常看好 在这块的整体的 数字化转型的负能的工作 我们320主要是 未来在数字辽宁的 网络安全的基础保障上 做好整体的服务 这次呢我们在辽宁 落户起地行政科技城 主要是想助退 新字号的做大做强 我们对于辽宁的整个产业升级 有非常好的信心 利用两年到三年时间 准备在长兴岛建设 我们两个一体化 这个基地项目 我们在这地方 对这个自然禀赋 充满信心 也对我们下一步 在这地方投资 也充满信心 本台报道 昨天辽洽会数字辽宁制造强省产业产品展 正式开展 在参展的各类高精尖展品中 看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三篇大文章如何录笔 记者寻找到的处处是精彩 这里是丹东展馆的孔雀手表展区 如果把手表上的小指针放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绝对是这次展会上最努力的装置之一 从1957年第一块孔雀手表的问世 64年间 这个指针已经跳动了20多一次 而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在为这个老品牌注入新活力 我觉得老字号要想去延续 想去发展 必须要有新的改变 因为我们又新引进了很多瑞士的先进的设备 我们抓住目标客户群体 就是一定要抓年轻人 产业产品展商 大连船舶重工 北方重工 特变电工等众多老字号展示出丰厚加点上的再提档 辽阳石化 辅顺石化等原字号带来的是精深加工的新产品 数字技术 智能制造 高端服务业等新字号 则让展会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这里是神府示范区展区 在这儿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整个展会上最贴心的展品 现在我前面的这个设备呢 叫做人工智能全科医生 现在我们看到的场景就是正在通过这个设备 进行身体健康的检测 这个检测只需要短短的三分钟 那它就可以完成人体18个大类 125项健康内容的检测 检测报告呢也会在检测完成后 及时的被传输到用户的手机里面 那大家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的查看到自己的健康状况 今天年初落后到神府的 那正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以及这个区域的战略发展 以及我们企业的长远发展的战略结合到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在超级匹配 展会刚刚起目 近400家辽宁参展企业 一部一景点画出来的老工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面 成为辽洽会上数字辽宁制造强省的最强吸引力 在辽洽会展区内有这样一个展厅 民族地域特色十足特别吸引眼球 充满时尚感的装饰设计 地域特色十足的产品 新疆展区一亮相辽洽会 便吸引了众多采购商 参展商和市民的驻足参观 本次辽洽会 新疆展区面积达450平方米 展区分为五个部分 一个展区专门介绍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三个展区分别介绍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 第九师的特色产品 还有两个线上线下的洽谈室 好多品牌都是我们原疆干部帮着打造的 好多产业是我们原疆干部帮着组织产业链生产的 好多新产品是我们组织科技业员帮着当地研发的 新疆展区这次带来的展品 包括新疆塔城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第九师的优质产品 包括口感极佳的牛羊肉 劲道优良的面粉 营养丰富的红花籽油 声名远播的大盘鸡 飞蛾 还有玉器 蜂蜜 胡萝卜汁 棉被 葡萄酒等特色产品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聊洽会 来聊洽会感触真的特别多 感觉特别好 因为像原来我们新疆地处比较偏远 产品呢 其实也比较难能走得出去 那我们希望呢 以后能多有一些像聊洽会这样的机会 能让我们县里的产品能走向全国 据悉 聊洽会期间 还将举办新疆塔城地区招商签约 继资本融入洽谈会 和新疆塔城地区冰团八师 冰团九师品牌发布会等相关活动 国庆节假期越来越近了 如果您不想远走 在城市里也能够找到漂亮的风景 现在沈阳市各区正在进行量化提升工程 其中部分工程将会在国庆节之前完工 届时您可以在城市夜幕降临之时 欣赏这场繁华都市上演的灯光秀 今年7月沈阳市提出建设璀璨沈阳 沈阳各区围绕主要街路 滨河水系商业街区标志建筑旅游景点等 全面开展景观量化提挡升级 全市统筹规划以金廊一和两岸区域为重点 沈阳9个区共计实施了53个建设项目 今天打造了五处点位 在一和两岸20栋楼梯上边 我们进行了量化提升改造 总体的要求也是全采的 将来在一和两岸我们能看到 混淡比较璀璨的量化的设施 整个区将在青年大街 金囊沿县组成两个灯光演绎主团 第一个主团是在贸业友谊时代 第二个主团是在四府广场 四府广场主团主要是结合地铁的 四根景观灯柱 与新华科技大厦形成一个 灯光秀的一个联动表演 据了解 包括金廊一和两岸在内的 38个量化工程项目 将在国庆节之前陆续完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更多省内新闻 我们来看百秒辽宁 9月24号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召开之际 辽宁文化产业招商推介会 即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 作为本次推介会的重要环节 辽宁芭蕾舞团美国学院合作项目 华润建设设计产业原项目等24个 省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在现场签约 总金额32.2亿元 昨天下午 宁记918事变90周年抗战文物史料 书法作品捐赠仪式 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 此次捐赠 接收到社会各界捐赠 抗战时期文物史料 共计62件套 这些抗战题材文物史料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对丰富博物馆馆藏填补相关文物种类空白 起到重要作用 为博物馆研究14年抗日战争史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史料支撑 2021年第二届全国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 即第五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 昨天在大连基石滩举行 共有20支现场队伍 1200多名线上队员等在真实近海环境下 进行了水下机器人的竞技大作战 这是全国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水下人工智能机器人盛会 扩别了一个暑假 又到了一年大学新生的开学季 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到印有学号和姓名的专属书签等 大连高校用惊喜连连和心意满满 给萌新们打造了一个个甜心又暖心的开学界面礼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确从2021年开始推进相关改革 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 对社会需求不足 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检或停止招生 推进艺术专业分类考试 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同考全覆盖 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 2024年起不在跨省设置校考考点 2024年起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和人才选拔培养要求 实施分类录取的招生办法 逐步提高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 多年来一考考生文化成绩要求一直低于普通专业考生 使得部分考生和家长将一考作为升学捷径 功利性报考 此次改革提出将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 切实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 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 目前各省份考生文化课成绩均有最低标准 其中对于保留二三本批次的省份 要求文化线不低于二本线的70% 对于合并批次的省份 要求文化线不低于新二本线的75% 此次改革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 因地质疑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在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的同时 对在相关专业领域确有专长的艺术人才 意见提出将探索建立破格录取机制 允许组织校考的高校在相关校考专业招生中 对极少数省级同考和校考成绩均特别优异 或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 制定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办法 今年高水平运动队报名参加高校招生的有1.5万人 录取学生4000多人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24号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深化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革做出部署 明确优化招生项目范围 对报考的门槛提高了要求 此次意见要求优化招生项目范围 在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 包括足球 篮球 排球项目等范围内 确定运动队招生项目和招生计划 重点安排群众基础好 普及程度高 竞技性强的体育项目 对于不具备相关师资 设备 场地等组队条件 学生入校后退队率超过20%的高校 以及非奥运会或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 未设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声援严重不足 且连续两年录取数为零的相关项目 不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建立完善招生高校和项目准入退出机制 原则上 连续三届奥运会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没有学生参赛的项目 不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在考试方面 目前二级运动员就可报考 导致许多高校的运动队体育竞技水平有限 意见要求 从2024年起 符合声援省份高考报名条件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 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 方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从2027年起符合声援省份高考报名条件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 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 且近三年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规定的 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者 方可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有什么样的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出一个爱心 然后点燃出现下线 但是安全永远是底线 其实呢 不管做什么都得讲点原则啊 比如说出门旅游 是不是得带上一颗文明的心呢 但是也有人一旦进入自己的状态 就忘了素质 最近一名男子用车钥匙 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城墙上刻字 就被目击者拍下视频 并且对他进行提醒 来 让我看一下你们脸 你们知道这是文物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咱们这边应该是有监控的 然后他们可以能够查得到他具体是谁 他应该会那个有一定的购票的时候 会有一种的限制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黑龙江的疫情信息 昨天黑龙江哈尔比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说 目前呢哈尔比已经检出了病例基因测序 显示为德尔塔毒株 另外哈尔比市从昨天开始 启动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上述新增确诊病例 均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 即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主动筛查中发现的 根据目前已检出病例基因测序情况看 显示为德尔塔毒株 相关流调溯源工作 正在国家省疾控专家指导下 紧张有序开展 据通报截至9月23号24时 累计排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300人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391人 目前哈尔比市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 和密接的密接全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 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 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 进行中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另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也发布了通告 从24号的零点开始 将哈尔滨市八燕县兴隆镇文化家园小区 兴林七委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好 接下来视线再转向陕西西安 我们来看一下全运会的战报 昨晚进行的全运会男子四成100米接力决赛 由苏炳天 汤兴强 谢振业 吴志强 组成的奥运联合队一路领先 最终以38秒50的成绩拿下了冠军 比赛开始 男子四成100米接力的决赛 零枪起跑 最内道的湖北队 现在八支队伍还没有拉开距离 联合队现在处于领先 交接棒顺利完成 联合队的第二棒这是谢振业 谢振业一般来说都是跑 经历的第二棒 现在他已经有了领先优势 来到了第一位 完成交接 苏炳天援越弯刀 完全地抡起来 苏炳天速度架起来 苏炳天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江苏队现在冲的也比较靠前 来到最后一半吴志强 江苏队现在处在第二位 联合队排在第一位 联合队最后的冲刺 吴志强 全力地冲刺压线 最后成绩38秒49 在昨天进行的全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当中 辽宁队的王婷婷和谭家乐 多得了20公里的女子个人计时赛 金牌和铜牌 江苏队的魏苏婉获得了银牌 乒乓球赛场上 在昨晚结束的混双决赛当中 奥运组合许新刘诗文 战胜了黑龙江队的王曼玉和曹薇 夺得了冠军 另外昨天还产生了女单四强 陈梦 孙颖莎 王曼玉 刘诗文 分别击败了各自对手 成功晋级四强 半决赛 陈梦将再战王曼玉 而刘诗文将与孙颖莎展开较量 不得不说 全运会的含金量真的是太高了 四强都是奥运冠军 我们拭目以待 再来看南单方面 八强战同样也是高手云集 最终 樊振东 王储钦 梁敬坤 这三位国家队的主力 成功打进了四强 而老将许新则暴冷出门 以3比4的比分 不敌山东选手刘丁硕 后者占据了四强的最后一个名额 半决赛的对阵情况 小胖樊振东将迎战大胖梁敬坤 而刘丁硕将与王储钦争夺决赛 这里是凉宁卫视 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 来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将于9月26号到28号举行 此次大会有两个首次值得关注 一是首次开通视频会议直播平台 二是首次举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最佳实际案例展示活动 此外全球抗议与国际传播论坛 将于26号下午举行 国庆节将至日前 祝福祖国大型花篮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亮相 祝福祖国大型花篮 蓝体高16米 蓝盘直径12米 花篮里插有巨型仿真花 有向日葵 山丹丹 映山红 红眉等 象征红心向党 奔勇拼搏 蓝体协有祝福祖国 欢度国庆等字样 据了解 今年国庆天安门广场 及长安街沿线景观布置 将于9月25号完工 中国老龄协会将打造 首个祝老公益项目 银铃计划 将老年人经常遇到的一些生活问题 制作成讲解的场景短片 亦在三年内帮助 一千万老年人掌握数字化技能 澳大利亚日前发布的一份 名为澳大利亚鲨鱼和鱿鱼行动计划 2021的报告称 通过首次对在澳所有鲨鱼 鱿鱼和银礁 俗称鬼鲨灭绝风险的全面评估 发现澳大利亚水域中 这些物种的12%正面临灭绝风险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近的话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们的电子信箱也行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周末生活秀 接下来文古之心说古论金 在歌声中铭记历史 在歌词中感受深情 今天我们走进歌曲 《荣花》 电影《小花》插曲 《荣花》演唱者李古一 歌曲《荣花》 是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影片 《小花》的插曲 影片拍摄于70年代末 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 一对普通兄妹之间的情谊 在影片中 游击队长何翠姑 抬着解放军伤员的担架走山路 为了保持平衡 她咬着牙一步一步跪着上山 膝盖拨破了 鲜血染红了山道石阶 这时候画外想起了这首《荣花》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 涂黄黄 看似简单的一首歌 不显身不漏水的反衬着影片主题 它以委婉抒情的民歌曲调 歌颂了在革命年代的那种牺牲和奉献精神 歌曲《荣花》的原唱是著名歌唱家李古一 收录于他的专辑《相恋》 好的 谢谢来我们继续说新闻 昨天由辽宁省工业和信息话听 辽宁省工业经济联合会联合主办的 辽宁省民营工业企业碳达峰碳中和产业发展论坛 在沈阳召开 与会企业有100多家 本司论坛围绕双碳目标的相关政策解读 碳减排技术 碳交易 碳金融 能源数字化 以及低碳场景落地应用等话题展开 邀请了多名专家进行交流 民营和纵小企业是我们国家整体经济的主要力量 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纵业环节 通过低碳发展来获取竞争优势 实现长久稳定的这样的盈利水平 是这些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现在已经量产了近3000台飞轮 连续运行超过10万小时 已经在电力 医疗 通信 各个场景都得到了规模化应用 飞轮储能的大规模应用 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巨大的处境 记者王子浩 谢天泽报道 接下来我们开启突发事件 昨天上午 大连瓦房店消防大队接到了报警 位于瓦房店五一路海云天宾馆附近 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把头卡在了护栏里 情况紧急 五一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一车六人赶到现场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看到三楼住户正举着被困的孩子 孩子头部卡在三楼窗外的护栏上 如同被人掐住脖子 情况紧急 队员们利用液压破拆工具组 对卡住男孩头部的护栏栏杆进行破拆扩张 同时对男孩头部位置进行了防护措施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短短的几分钟后 小男孩被成功解救下来 除了有点惊吓之外 身体并无大碍 据了解 被困男孩是趁家人不注意 爬到了自家四楼的窗户外 失足掉到三楼窗外的护栏上 你就说多吓人吧 孩子在自己家 那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说各位家长千万别大意 趁着闲着的时候 赶快想想 家里还有什么安全隐患 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危险的地方 赶快把这些安全漏洞全给堵上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安全 最近在上海南开往武昌的一列动车上 有一名男子因为躲在洗手间里边抽烟 结果导致动车降速 被警方拘留5天 当时动3022次列车正在行驶途中 突然出现烟火报警 为防止高速行驶导致火势蔓延 列车自动减速缓行 经查 烟火报警来自列车5号车厢卫生间 列车长和机械师立即前往查看 刚走到5号车厢卫生间旁 就闻到一股很浓的烟味 经查 五毛当天烟饮饭了 就躲进卫生间抽了两口烟 触发了烟火报警 导致动车自动降速 铁路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对五毛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马走日 向走田 这是象棋的基础口诀 近日在全员会提前进行的中国象棋公开组女子半决赛中 却发生这样一幕 中国象棋大师左文静直红先行 结果开局第一手就走出了马走墓 他也因此被判复 他的对手中国象棋特级大师唐丹 一招没出就躺赢了 22号晚上 在全员会乒乓球混双半决赛中 许心刘诗文4比0战胜林高远黄颖奇 有不少人发现一下午的功夫 许心混双时的发型就和中午单打时候不一样了 支撑起来了 原来是搭档刘诗文让他把头发抓起来的 说这样看起来状态更好 效果好不好 看看比分吧 近日江苏园城一交警在进行酒驾查处行动直播时 一条特殊的弹幕引起他的注意 弹幕上面写的是 阿肥吃饭了没 他知道只有自己的父母才会这样叫他 就用老家方言和父母隔空对话 估计以后不只是父母这样叫他了吧 9月23号 河南郑州一男子在吧台开票时 被人从背后勾住了脖子 男子将手机揣兜里后 一个过肩摔就把背后的人撂倒在地 当时男子表示 最开始以为是特别熟的朋友开玩笑 后来一看不是 但是也认识好在没摔坏 就算熟这回应的方式也太硬核了吧 好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一起畅游辽宁 走进我省的5A级景区 千山风景名胜区来感受那里的风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方亮 第一时间您见见 欢迎订阅您感谢您的时间